您好,我是经理人AI主播何力为,感谢您收看每日听管理新闻播报。 今天带您重点关注的第一则新闻。 运动品牌爱迪达在新任CEO古尔登的领导下成功逆转颓势。 古尔登果断终止了与歌手肯伊威斯特的合作,并将库存销售出去,提高了品牌能见度。 他还公开手机号码,提供敏感资讯给员工,并果断解雇不符合工作预期的人。 爱迪达也重振经典款式,搭上复古浪潮,重新塑造品牌形象。 古尔登注重与零售商的合作关系,提供新产品,吸引零售商帮助推销,并重拾对体育的关注,退出相关的体育用品。 他还准备一系列田径装备迎接2024年的巴黎奥运。 爱迪达在古尔登的领导下取得了成功,营收增长9%,股价飙升23%,超越了市场预期。 第二则新闻。 辅导表现不佳的同事通常不是紧急事件,但拖延处理只会使情况恶化。 为了有效管理,专家建议每年进行两次团队评估,并运用四个步骤进行判断。 第一步是分级评估,在组织图上标出每位团队成员属于哪一级。 A级表示有高几率达到顶尖结果,B级有潜力成为A级或能升任该职位,C级则常不符合期待。 要客观分析成员的具体表现。 第二步是直觉评估,想象B级或C级成员辞职后的感受,是松了一口气,没差还是受到打击,来判断他们的实际价值。 接着描绘未来三年的组织图,探哪些成员在未来的愿景中占有一席之地。 最后问自己是否愿意以现有薪水的1.25倍雇用这些成员。 系统性地套用这些问题,能找出需要培养或辅导的员工。 第三则新闻 波士顿顾问公司BCG在2024年发布的报告显示,2023年就业保障成为员工最关心的议题,从第7名攀升至第1名,学习与职涯发展机会则从第8名上升至第5名。 调查发现,仅有25%的员工认为自己的工作不受生成是AI影响,其余75%认为AI将改变他们的职能,因此需要再培训。 BCG建议,企业应该先进行策略性人力规划,厘清未来技能需求及现有技能攻击的落差。 例如,游戏公司若希望三年后所有动画影片能用AI生成,应评估未来需要的人才和技能,如生成是AI动画师,生成是AI音讯师和脚本编辑。 此外,企业应重新设计内训课程,将生成是AI结合既有工作流程,增加员工使用AI的意愿。 传统上,企业依职务设计内训课程,现在应将生成是AI融入,例如行销不需参加生成是AI简报课。 企业还应设计个人化学习平台,引导员工依据职能和职业目标找到适合的学习资源。 第四则新闻 调查指出,科技业不再是美国年轻世代的首选,包括Google、Amazon等科技巨头的受欢迎度正在下降。 这可能是因为科技业近年来频繁裁员,让年轻人对他们稳定性产生质疑,并且科技公司在裁员过程中的不人道处理方式也影响了企业生育。 相比之下,医疗保健产业成为了年轻人的新选择,因为它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社会价值。 政府部门也成为了热门选择,因为它提供了稳定的工作环境和工作保障。 此外,愈来愈多的年轻人对创业产生兴趣,但他们通常会先选择稳定的全职工作作为保障。 这种转变不仅在美国,英国也有类似情况,传统行业像是教育、公共事业和政府行政成为了新兴的职业选择。 这反映了年轻人对稳定性和社会意义需求的转变。 感谢您的收听。 经理人也推出了全台第一个对话是AI职场教练。 AI Code上线不到两个月,以协助全台上千位经理人解决管理痛点,职场大小疑问,期待您至经理人网站免费加入会员,无限提问。 也诚挚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,我们会将每日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。 再次感谢您,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